為了解決人武地區水患議題 高校市長陳其曼日前前往人武 視察北屋排水整治 以及草檀皮製紅池工程進度 並表示開闢完工後 將減緩人武北屋排水沿岸淹水情形 並保有愛河水系源頭生態環境 完成愛河整治的最後一里路 人武現階段人口增加非常的迅速 已經成為一個民眾 對於選擇原來高雄縣臨近高雄市區 居住的一個非常好的一個地方 所以加速人武地區的公共建設 尤其解決淹水的問題是刻不容緩 陳其曼指出 人武區北屋排水為愛河水系源頭 排水渠道改建工程編列預算9000萬 預計今年7月開工 111年8月完工 而炒檀皮製洪池的開闢工程 也已經提報前瞻計畫 總經費為2億元 期盼明年9月如期如指完工 排水整治的預算 我們已經編列預算 大概在明年的9月就可以順利完工 那製洪池也積極地 在跟經濟部爭取大概2億元左右的製水預算 那也希望最快的話 能夠在明年的9月也能夠完工 製洪池的興建除了製洪的功能以外 也會提供社區一個非常好的清水公園 除了能夠大幅度地改善淹水的問題 也可以快速地提升整個社區的生活品質 記者金獻忠 鄭之源 高雄報導 być記得了